大家好 大家好 晚安 欢迎收看88理财友方 给您财富恩赐方 您好 我是治愈 先来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三冠王 我们的这个正旗双正照 而且还是会计师张成浩 浩哥 晚安 大家晚安 还有我们华星头过的总经理 谢文恩 文哥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了 我们的汽车专家 我们的这个练车网总经理谢成辉 Eric你好 思雨好 大家好 好 来我们看今天准备什么样的主题 首先我们请到了这个艾瑞克先生 还要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自动驾驶 那么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技术 又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了 特别是 先请坐请坐 待会待会 我们待会还要跟大家来讲 因为Tesla今天突然间财报 告诉大家转亏为盈 所以大家就说 哇 这个Tesla 接下来是不是很有机会呢 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另外今天有新股上市 就是台湾高铁 以前我们都只能当乘客 现在你要当它的股东吗 待会我们要请我们的会计师浩哥 来帮我们看一看 到底高铁有没有投资价值 今天第一天居然就大涨六成 哇 飙翻天 还有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任天堂的财报 财报公布了 好像这个宝可梦的风潮已经退销了 退销了之后 它还有没有再起的动能呢 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好 那么现在要赶快有请艾瑞克 赶快来帮我们看看 这个是今天Tesla转亏为盈 Tesla也在发展自动车 所以这个技术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首先来看这个应该是最近最新最新 就这几天的新闻 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辆18轮的大卡车 超级大卡车 然后它载送的是5万多瓶的啤酒 载啤酒 载啤酒 对 进行了一项什么任务呢 行驶200 接近200公里的一趟啤酒运送的任务 然后车子是自动驾驶 没有人在开这部大卡车 很恐怖 在这接近200公里的里程当中 这个卡车以时速88公里的时速 自动驾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88公里算快 对 没错 因为像我超时到我都不敢超过60公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在美国 其实美国它这个州的一个高速公路限速 大概是55米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台湾这个时速是88公里 所以它是在一个法定的限速之下 利用自动驾驶来驾驶这辆18轮的大卡车 那它其实车上还是有一个乘坐的司机 有一个驾驶坐在哪个地方看着 对 当然这是一个实验性质的一个运送 所以它旁边还有一些车队在去护送 顺便观察这整个自动驾驶的流程 是不是平稳顺畅 对 不过我们必须得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个车子只有在这个高速公路上 是用自动驾驶行驶 那它进入了这个城市的道路 或者是这个必须运送的一些小巷的时候 它还是换成了人来 一般的这个原本的司机来去驾驶 因为它毕竟车太长了 在市区光是自动驾驶真的蛮危险的 不过我们来算算这个时速88公里 那这个它全程开了193公里 也就是说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 差不多 都是自动驾驶 对 没有人在开对不对 哇 这点很特别 到底这样的一个实验 对于未来的商业模式 它是想实验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像这种长城的运输的巴士 不论是载货或是载人 那它其实行驶前相当长 有的时候我们去国外搭乘这个巴士 所以我们就遇到这个司机 开到一半停下来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告诉你说 我上班的时间八小时到了 所以我现在不能再开车了 如果你在旅途中遇到的是塞车 你也不能 它耽误你的时间 你也不能继续的去继续的搭乘这辆车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商业途中 这高速公路 如果能够用自动驾驶的技术 第一个可以减少这个车辆 因为驾驶这个疲劳 或者是这个意外的 疏忽导致这些事故的发生 那同时可以让这个驾驶 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在它进入市区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造成这个事故的产生 爱瑞克像是那个美国 就是我们自己在台湾 台湾很小 所以你说就算高速公路全部开 也花不到你24小时时间 对不对 但是人家美国是从东岸开到西岸 那是要好几天 所以你常常看到电影不是也有演吗 那个超级大卡车 那个司机开开开 不是就会在路边的休息站 停下来睡觉对不对 那如果以后有这样的商业模式 我就自动驾驶让它开就好 对啊 没错 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的公司叫做AUTO 它是UBER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那因为UBER一直也在研发 这个所谓自动驾驶的技术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测试跟试验 当然也是获得了这个 这个在克罗拉多州 在获得克罗拉多州州政府的一个支持 还有啤酒商的支持 毕竟我5万多支的这个啤酒 如果在这个自动驾驶车上面 出了什么事情 我就损失了5万多支的啤酒 损失是小 耽误了这个消费者 要饮用啤酒的时间 这个就大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实验 后来是很安全的完成 那继续我们就来看到 到底现在这个自动驾驶 在全球各地都一直在做实验 上路的实验 像日本 像是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的实验是 自动驾驶的计程车 对 目前因为新加坡 我们知道这个地小人愁 那它车辆也是车满为患 所以新加坡政府很早就开始进行了 所谓自驾车的一个测试 那我们看到它这有6部的自动驾驶车 是采取像计程车一样的方式来载客 那初期其实新加坡人民会很担心很紧张 看到一辆没有人开车在路上转弯 行驶其实很担心 不过是证明说它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方案 那的确新加坡政府也希望运用这样子的一个自动驾驶车的载客的模式 可以成功的有效的去降低整个新加坡里面的这个车口数量 那我们看到日本的部分 那其实是在一个叫做物流的运送的这个货车上面去做自动驾驶 因为自动送货车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蛮好玩的 这个刚好是一个实验的地方刚好是一个蛮好玩的地方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迈入所谓的高龄化社会 那这个地方的实验区域的人口数 这个年龄成都非常高 所以甚至连开这个快递车的司机年纪都很大 那其实这对于这个交通事故上面的这些发生都是一些隐忧 所以那自动驾驶车如果可以达成自动送货 甚至说你看像这个车 车门一打开是一格一格一格的货舱 听说就是我是那个收货人 然后我就去预定 我就上网预定说我什么时候人在家你来送货给我 然后自动驾驶就会开开开开来我家附近 然后我就去给他按密码 然后我就自己把东西拿走 这个比如说至于你的东西在这个箱子里面 送到你家之后他箱子门就会打开 然后我就可以把东西拿走了 对不对就完全自动化 所以他除了自动驾驶还有自动的这个仓储 对好像蛮多样性 这个也是实验的一个 这个在日本的实验状况自动驾驶 好那么这一张就要请Erik好好帮我们看了 我刚才问Erik说 当然我是突发奇想 应该大家都觉得我很外行 我说其实我们现在自己的车 有办法给他装几个sensor 然后就变成自动车吗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台湾这个ARTC 也有研发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车 而且成效相当的不错 目前他们已经可以自动驾驶 自动停车 甚至遇到这个人员障碍物 他都可以自动的停车 对 那他的这个实验项目也是 在现有的车辆上加装了一些 自动驾驶的侦测器感应器 摄影机雷达种种 包含自动转方向盘的机器 油门煞车的控制系统 他可以达成 但是至于问这个问题就比较特别一点 如果有一些太老的车子 就没办法 不具备有所谓的 现在新的车子有所谓的电子式方向盘 甚至可以侦测这个方向盘 跟轮胎的转向角度 以及这个电子式的油门 才有办法去达到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你的车 要一定程度的变动化 因为自动驾驶车 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侦测 这张大家仔细看 因为这是以后趋势 自动自驾一定是以后趋势 对不对 所以自驾车上它需要哪一些的配备 这就很重要 因为国内有很多相关供应链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到底自驾车 这张图讲得很清楚 自驾车需要哪些配备 我们请Eric带我们看看 首先必须要有 最需要的基本上是探测雷达 探测雷达 它必须侦测整个车辆 前后左右是不是有障碍物 是不是有障碍物 然后还有所谓的前照式的摄影机 通常是装在挡风玻璃的这个地方 摄影机 对 那摄影机的作用是干嘛 干嘛 辨别所谓的车道线 辨别是不是有脚踏车或是行人 从路中间跑出来 那它会借由这一个影像的一个辨别的系统 去画出人的轮廓 看到这个人之后 把轮廓画出的时候 发现这是一个人 然后干嘛呢 通知所谓的这个处理器 对 处理器包含的事情很多 包含去接收所谓的影像讯号 雷达讯号 还要去运算这个车子车速多少 什么时候该刹车 什么时候该转弯 对 那至于说车子我要A点到B点 比如说我今天来3D绿 我从家里过来 对 我得要输入 我要到3D电视台路里 到哪里对不对 那就会借由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来告诉我行驶什么样的路线 才能够到达电视台 甚至它可以避开所谓的塞车路段 所以说这一整个自驾系统 必须建置在这一些探测雷达 探测雷达对不对 那这个雷达应该是全车 应该不只要一个吧 基本上目前看得到的 大概都是前面有四个 后面有四个 然后旁边还有所谓的 这个停车侦测的雷达 对 所以那个雷达需要 你看遍布车身 对不对 那个sensor必须要很多 另外还有全球定位系统 这一定要嘛 这个必备的 然后处理器啊 另外刚刚提到摄影机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是自驾车必备有的一些 相关的零组件 对不对 好那么再来我们就来看到了 那么这个继续看看 这个是现在 其实已经有那个 一部分一部分在进行当中 上次这个就是自动停车啊 其实我们刚刚那张图表上 看到那些侦测的这些雷达 对 就是运用在 哪一张啊 这所谓的探测雷达跟处理器 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自动停车所需要那些雷达 对 其实因为自动停车你知道 它必须要找到一个车位 对 然后判断这个车位可不可以停进去 然后呢还得控制车辆 前进后退转弯把车子停好 对 那已经其实是 所谓的一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只是它没有让你上路 那其实现在的车 基本上要达到自动驾驶都不难 都不难 都不难吗 主要还是在于 政令以及法规上面的一些限制 可是艾瑞克 我刚刚还认真去查了一下 那个自动停车 对 他说那个自动停车呢 你前后一定要有东西 是 如果是太空旷 因为他都侦测不到 左右邻居在哪里 他根本无法停 是这样吗 对 所以位置太大反而不行 对 以前的这个自动停车 基本上只有一个叫做路边停车 路边停车还要前后都有车 他才有办法帮你侦测 那个前后左右的车 现在开始有所谓的倒车入库 倒车入库 所以自动停车 他必须去判别说 这个车位是属于倒车入库 还是自动停车 那基本上 有一个车位 他绝对没有问题 他只要侦测这个车位的大小 适合这部车的停 他会判断 对 可是如果太大 太大就无法 他就搞不清楚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停车格 所以技术上面 他可能以为是路中间之类的 但是在于判断上面 电脑还是有一些些盲点 必须要去突破 Eric说有一次差点要停到悬崖底下去 这个我们有一个同事 刚好去试了一个 参与了一个德国品牌汽车的一个试车 对 那刚好这部车就拥有这个路边停车 倒车入库这两项功能 对 那他们就随意的找了一个路边 看起来像是个车位 的确路边也有车子都停得好好的 中间有一格 那他们就运用这个自动停车 停停看 试试看 对 按下侦测 的确车子也认为那是一个车位 对 可是原本我们预期他应该是路边停车 结果他就停成了倒车入库 那这个地方又在台南 所以他那个路边就是一个土坡 就下去了对不对 旁边是草 结果他把它判断成倒车入库 一直往里面停 还好车 我们车上的同事 有在这个摄影机上面 看到那后面草下面就是一个斜坡 紧急的把踩下刹车停下来 不然那车可能整个就掉到斜坡 就本来应该是路边停车 他以为倒车入库 没错 所以说这一些功能呢 我看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车前摄影机 对 我们刚刚讲判断一些路面的标线 对 我们看到停车阁都有这个 停车线 对 或是人行道 对 这是在都会区里面 如果你在这个乡间地方没有这些线条 或者是没有路面的边线 甚至人行道 他就很难去判断 对 所以现在的这个自动驾驶 自动停车这一项 现在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对 应该是这样说 那再来我们就要请这个 艾瑞克帮我们看看了 其实为什么自动驾驶 现在还有道德上的疑虑 就是没有全世界都这么样的普遍想要推行 因为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们一直在 像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一直在开玩笑讲说 自动驾驶我觉得 唯一可以让他全面推行上路 就是要所有车都变成自动驾驶 对 没错 所有车都是电脑的思维的时候 你才会安全 当有的人是人脑 有的人是电脑的时候 没有办法match的 对不对 没错 艾瑞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查 这个是 你首先先问一个问题 问他们两个 不要问我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新加坡已经在做自动驾驶车 当然是因为它地小人丑 它比较希望能够快速的进入这个状况 但其他国家在自动驾驶的这个推行上面 大家都想做 可是还不允许去做实验 对 所以刚刚讲那个卡车也是 州政府的支持 允许这样的车上路车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晓得自动驾驶车 假如开在路上 跳出来一个人 你要选择 你现在问所有的观众朋友 然后问他们两位 好 现在一个问题 如果你坐在自动驾驶车上 然后 我坐在这个自动驾驶车上面 然后车子在正常的行驶中 跑出来一个人 然后自动驾驶车 也没办法闪避 也没办法刹车 也不急 就把那个人给撞死 请问这个造势责任 是自动驾驶车的拥有者 还是自动驾驶的系统开发商 还是乘坐自动驾驶车的这位乘客 这是一个很难定义 以及釐清的责任问题 所以很多的各国政府 都对这件事情上面 还在有很多的斟酌 所以MIT才推出了一个 这样子的所谓叫做道德测验 因为你程式怎么写很重要 因为我程式开发商 我必须要写 我的车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遇到有人行出来 我要紧急刹车 但是紧急刹车 我可能会自己会受伤 那到底我是要让那个人 他可能违规 我要撞他 还是我要让车上的人受伤 很两难 我们刚刚提出来 那个问题还是属于 比较简单的问题 对 还有更难的 像MIT提出这个造劾驶 他的问题就更难 好 这什么谈 这个状况一 有一群老人跟一群小孩 同时在过马路 然后这个车子 判断也知道他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对 算的距离算得出来 这段距离我可能停不下来 那你要选择撞小孩 还是撞老人 这好尴尬的问题 浩哥你要撞老人还撞小孩 太难判断 这不行啊 没办法 太难判断 再来像这一种 OK 这个另外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遵守红绿灯的这个人 在过行人斑马线 这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的人 在过行人斑马线 那我问你 你要选择撞 撞闯红灯啊 你要开去这还开去那 所以自动驾驶系统 如果是这样的定义法则 自动驾驶系统必须判断 哪一个是红灯哪一个是合法哪一个是非法 这些非常难解决的道德上的问题 写程式的人都要写进去 是啊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前方摄影机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形状 辨别他是一个行人 所以他会紧急刹车 这避免造成比较重大的伤害 那无论杀不杀得住 他必须得要先刹车 那如果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系统是不是得要判别 还要判别这个人是年纪大还是年纪老 他是靠什么 脸部辨识吗 还是皱纹辨识 男生女生高矮胖瘦 很难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 对 所以你看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所以才说要全部都电脑思考 是啊 就OK没问题 是啊没错 应该是这样说嘛 好那这个就非常谢谢我们的 艾瑞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自动驾驶的技术 毕竟还是未来的趋势啦 所以呢 这些道德问题 只要是全部通通都是自驾车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好那所以呢 赶快来有请这个 文哥帮我们来看看 Tesla Tesla其实也发展自驾车 是的 发展的这个很努力啦 可是先拼现金 对先拼现金 先赚钱再收 Tesla推出的电动车 其实艾瑞克也开过Tesla电动车 对 对不对 那感觉怎样 他就很安静无声啦 那Tesla电动车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推力非常的好 那0到100加速也非常的快 很值得买吗 我 不做产品推荐 不过他开起来的确是觉得 怎么讲就是说 很新奇啦 因为他完全没有声音 对 那你正常开的话 他非常非常的安静 很安静 如果说你要这个猛力加速 对 他会出现一种电动马达高频的那种声音 嗯 这样的声音 那过瘾吗 其实蛮过瘾的 是 不过有一个点就是说 其实现在电动车都 多数都具备有所谓这个电能回收的一个装置 因为电用完了都如果可以回收 希望可以回收 可以多跑一点里程嘛 这也是电动车发展的一个瓶颈 必须要有够的 足够的行驶里程 所以他在你减速或是下坡的时候 尤其是你当油门放掉 收油门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为了为什么 为了要做电能的回充 那这是一个平常驾驶 比较不容易习惯的一个这种 顿挫的一个这样的感觉 这个是在电动车上 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 对 但是还是新奇啦 还是新奇 还是新奇啦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Tesla终于赚钱了 是的 Tesla从他盘股开天那一天开始 都没赚过钱 没错 这一次的财报 其实大家没有人预期他赚钱 对 突然间公布他就赚钱了 我们来看财报在这里 第三季 EPS是0.14块 然后去年 但赚很小啦 但是赚钱了啦 对 这是一个里程碑 是的 是嘛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 这是Tesla的股价嘛 从最高 叠下来嘛 那大家要先知道说 这一段为什么会跌的样子 为什么 这是Tesla 亏转于很大的一个所谓转的点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段的时候 在200多块的时候 当时Tesla开始 推Model 3 那你知道Model 3推出来的时候 多夸张你知道 跟好像在 大家把买车跟买菜换一个等号 因为之前的Model S太贵了 一台要6万多美金 那Model 3只是Model S的一半价格 所以说吸引到大家大牌藏龙 比感恩节还热闹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 那为什么 其实说我Model 3卖这么好 那为什么我的股价反而跌那么深 因为无法交车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交车 因为产能的一个所谓不足 那这一波 这次为什么呢 我们所公布出来的财报 这么样的量力 因为主要的状况就来自于说 他之前没办法交车的一个所调进 已经得到的一个所谓有效解决 大家说你根本没办法交车 你给人家收这么多订单 你根本是没办法如期在2017年交车 就他真的可以交车 而且陆陆续续已经 而且他的一个所谓交车速度 还比预期来得快 所以说造成他的财报 公布出来非常非常可观 所以他整个状况是完全的改善 对完全改善 所以Tesla又赚钱 那这个股价是不是也很有机会 那提到了这个Tesla 其实在盘后就已经大涨了 所以今天国内的一些相关的 电动车概念股表现也很好 像是这些像荷大帽连 真的是直接被连结的 是的 剑林啊剑核心 胡连康书 其实电动车我们直接连结 就荷大跟茂连 那他们之前 其实跟着Tesla的股价修正 他们也下来一大段 没错 所以现在是不是又是机会了 基本上的话 如果说就中长线的角度 我是非常看好1536的荷大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了解说 一家公司他到底做什么的 我说真的 并不是说我们刻意不看好茂连 因为我觉得茂连 他是做连接线的 可是问题连接线 他的进入门槛 他就本来就是比较低 不管包括郑威 郑台铭总统长 我们要做连接线 谁不能做 包括郑威 包括姓邦 包括建核心 每一个都要做连接线 所以他竞争本来就非常激烈 可以仔细观察1536的荷大 他是做一个所谓齿轮的 减速变速箱齿轮 那你也知道 未来的一个所谓电动修理车 他所需要用到齿轮的马达 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所以说就长线角度 他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这一段从172.5暴跌到126.5 几乎跌的三成 是因为来自于汇兑的一个所谓损失 那你说 为什么短线的话 我认为还要反复震荡在搭底 其实他的股价走势 跟Tesla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说你有空 你看一下Tesla的走势图 Tesla盘后 他是看到大涨没有错 可是你仔细观察 Tesla 对Tesla 在这 你看到盘后大涨4.33% 可是不要忘了 这边有一个所谓跳空的缺口 如果说今天晚上 Tesla真的能把这个缺口 做一个完全的封闭的话 那当然就整个汽车相关题材而言 它会有加分效果 那你回过来看一下 台湾的1536的核大 那核大为什么一曲同工呢 你仔细观察 Tesla他是有出现 往下的跳空缺口 可是就核大的角度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超级无敌 世界的一个所谓换手量 不要讲换手量 没有啦 技术分析上是这样说 当股价跌跌跌跌跌跌 通常一开始跌的时候 会那个量会越来越缩 等到有一天再跌的时候 出大量 那就是都被收走了 没错的 因为这一段的话 我们看到三大法人 他是连媒站在一个所谓卖方 那今天好消息就在这里了 今天我们看到核大 已经看到投信出现 一个所谓转卖为卖 而且在刚刚你们所看到的汽车 这概念股里面 他只有买1536的核大而已 其他还是持续卖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你要做长线投资的话 核大当然可以做留意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文哥 帮大家看到就是Tesla 连结的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给您做参考 好那么赶快有请浩哥 来帮我们看看今天的盘 今天盘让大家很伤心 对不对 好我们看到这个昨天 还在那边说9400 眼看就要过去了 然后就马上掉下来 今天甚至连9300都掉掉了 9286在这里 那最后9300没有站回去 9299 然后重点在这里 外资昨天在期限货已经是卖超 但没有卖这么多 昨天卖20亿现货 今天卖了80亿 然后昨天期货退6000多口 今天再退4000多口 两天加起来退了1万口 但是未平仓绝对数字还是蛮多的 所以到底怎么看现在接下来的走势 是实际上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盘的格局当中 我认为其实它还是一个多头格局 我说不管从期货现货 在选择权的角度 十大交易人角度全面都是看多 所以指数会有再往上攻高 果不如其然 本周来讲上半段都是不断的往上创新高 对不对 这两天开始做回档 其实我们提供几个数据 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 代表为什么外资这两天 期货多单其实都在推潮 我们也看到在三亿的节目 不管是在盘中或盘后88的节目里面 我们特别都有去观察到一个叫做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近期来到相对的高档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根据所谓的美国的一些 所谓游离州 就是大家讲的叫摇摆州 大家认为在摇摆州里面 会影响到总统选举的关键结果 所以近期来讲 针对摇摆州的一个进行探访 甚至进一步的去做过民调 或是做一个研讨 竟然发现什么 知道吗 摇摆州竟然呈现是川普赢过希拉维 所以那支会怕 对 太害怕 我想我们之前大家一直认为说 那一支是黑天鹅 但是大家随着民调 还有演讲不断的拉开去 大家不可能 但是美国选举不是用绝对的名票 不是绝对的选票 它是按一周多少 一周头 所以关键的州也就是摇摆州 如果刚好就那几个州翻盘 变成是川普的话 那可能就会翻盘 所以在这两个因素之下 美元指数来到相对高档 市场上也开始进行 所谓买保险策略 单行就是万一川普当选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在买保险 其实非常明显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选择权 你看之前 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 不管其他选择权都站在多方 对不对 来到今天 正式选择权由原来的多单 正式翻为空单 翻为空 对 很迅速 而且你很明显可以看到 它翻空是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区块 叫做买进卖权 从原来的7万6千口 职业翻成9万1千口 所以这个部分就将近占了多少 1万5千口就在这里 你看看这里 一四变成乎三五 差的就1万5通通就在这里 而这个就是什么 外资代表外资的心态 它我只花一点点的权利基因 买一个万一 就好像买保险一样 买一个万一 很明显就在这里买万一 那就回头刚才 我一开始就已经开中名利 跟大家提到外资在担心 是什么东西 原来今天突然退80亿 可能就是在担心 对 也是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那到底现在这个 大家说往上多头的一个走势 有被破坏吗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来讲 外资并不是看坏台股 我提到的 连续两天的期限货都有在退潮 但是他认为 其实一个创高之后的一个拉回 是形成是一个常态的 所以他仍然是持 比较多方的一个思考 所以多头的心态并没有看坏 而是随着选举的接近的时候 他也认为如果有获利先行减码 但是认为从长线的角度来讲 甚至选举过后 他认为应该还是站在多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大交易人 或是特定法人的角度来看 他一样期货仍然是站在多方 而且退潮的幅度并不是相当大 我想这才是主意 比较中长线的看法 在这里仍然是偏多的 还是偏多的 对不对 好 那既然偏多 我们就来看明天 明天 我们看经典 看明天 明天是摩台指的结算日 那我们在前两天也跟大家报告了 现在他的一个多单口数是高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明天怎么看 所以我们在与这个所谓摩台结算之前 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他换仓的态势 那我提到 今天假设外资已经正式翻空的话 我相信今天从摩台转差 转到远昌来讲 逆加差会扩大 但你注意到 他的逆加差在今天是没有呈现扩大的 只是在OI的部分增加多 增多 增多代表他避险的需求仍然存在 那避险需求大量增加 但是逆加差不再扩大 那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我虽然是买保险 很多人在买保险 但是从很多都单方面压 压单方面的 我认为我是看多的 也就是说我只看一方向的人 那我是买多 那很多期货 或是说现货部位很多人 我要买保险的人 我才去增加OI 所以从这里 逆加差没扩大 代OI扩大 这个角度来讲 很明显可以看到 外资仍然是激起偏多操作 只是认为在这个关键时间 我有一点不安 所以我要买保险 所以浩哥那意思是说 如果大家在摩台 它要布空单的话 逆价差应该会变大 但是它逆价差是没有变大 只有未平仓多了 多了 所以只是买保险 买保险而已 方向没变 方向没变 好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看 今天台股当中成交量前五大 出现了一档 以前没看过的 台湾高铁 是今天成交量第一名 第一名 7万9千多张 它居然比友达群创红海量都要大 今天大家疯狂买台湾高铁 今天是真的疯狂 因为它今天正式到了上市上柜 开始从新柜转上去 所以今天量真的爆得很大 很多人说 爆到夸张的不得了 很多人想说 我要投入这个属于国家的一个 成为国营的 我也是国营的 这个是现在国内台股当中 第十一家 第十一家国营事业上市了 对 那我今天早上一直想不通 你知道吗 想说为什么大家疯狂买高铁 是因为我常常买高铁票的时候 一个不甘心 这个不甘心 这次有时候一千块就不掉了 那整天我来做股东 干脆投资高铁 是这样吗 但是你当乘客好 还是当股东好 赶快会计师帮我们看 我今天一直在帮大家颠算盘看 你知道吗 说他本益比有多高 很多大家现在看一般的台股 你说本益比十倍 十二倍 十二倍都在嫌人家高 你知道他的本益比有多高吗 他今天这样冲上去 二十几倍本益比 是 二十几倍 来 首先我先做结论 要是我会当乘客就好 我要评估我们从三个方向做评估 第一个 这家公司到底它有没有成长的动能 比如说我苹果 我随着台湾卖的好 美国卖的好 我可以卖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可以卖到非洲 我问你他有没有办法 他是在台湾 对不对 西班部 这里是地震带 他也不可能去绕一周 我想他增加站的机力不高 他也不可能给你开去大陆 他也不可能开大陆 那再来就是很多的观光客 有没有可能大量来台 以目前来讲看不出来 即使来的话要坐高铁来环导 我想机率也不高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很稳定的成长有限的一家公司 很稳定 但是成长有限 这是我们第一个从中争论 那你当然就不能够从所谓高度成长 你要从价值型投资的角度做出发 对不对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 从价值型投资 我们就要看看 快捷师说的 每个都要选择 很多人看着2015年 他的获利数字是208亿 他就哇那这么多208亿 他那时候EPS赚7块 对他是只有一次性 因为他有一个优惠票 所以只有一年那一年 以后不会有 以后大概每一年 大概以法人预估 大概是35亿到40亿 换年值35亿到40亿 换成EPS的话 大概是0.62到0.65左右 每年赚EPS0.62到0.65 6毛 对 6毛5 对到6毛5左右 所以你用今天24块的收盘价 去换算的话 他的本益比很高 很高 那当然我们在看这种 所谓稳定投资的 而且公共建设的 我们会看什么 叫做PV 叫做股价净值比 那后面有一个R 就是胃亚的股价净值比 一年以后的股价净值比 他的净值大概11.6 今天股价20几块 24块对不对 换人之他的股价净值比多少 是2倍以上2.07 那这样会再高吗 2.07贵不贵 我举一个给你做参考 好 日本叫做东海 大概是1.4 那有没有很高 我是觉得还蛮高的 那第三个最后就说 好那我重启给你配息 对 那配息来讲 假设我刚才讲 他获利是0.62到0.65 假设好了 他通通配给你 他去年配了 配0.65 那我今年以后 每年都配0.65给你 0.5有效率去算一下 值率率2.7 以长期投资来讲2.7 股票来讲 应该算是不是那么高 所以我认为 从这三个指标来讲 我觉得 他的股价如果冲过24 25以上 那你就要稍微思考一下 假设你的钱已经多到 除了定存之外 都没有办法放的时候 你再来思考 如果不是的话 我认为还是保守一点 保守一点 好非常谢谢浩哥 今天赶快帮我们来看高铁 浩哥的结论是 就当乘客就好 我们就去买票就好了 好不好 不一定要当他的股东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任天堂的财报 这宝可梦的风潮已经退烧 还有呢 今天浩哥在现场 当然是专业的会计师 帮我们来看看 下午公布的很多的财报数字 包括像友达 像旺宏 像日月光 台郡 这些财报数字 到底好不好呢 怎么看呢 待会马上回来 南港一半假 有心就有家 超级花园 完美落成 千品度假花园 自备九十万起买房 盘装房 全民天松有家 超级花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